下面一个问题 他问的恒死有哪几种 这种现象是否违背了英国律 说违背英国律 是你对于英国定律的疑惑 你对于英国定律的物质 释出世间任何一法 都没有办法违背英国律 受方向是祝福如来 都没有办法违背 恒死的人能违背了不起啊 哪有这种道理呢 恒死又恒死的英国 我记得过去我讲经的时候 也跟诸位报告过 我初学佛的时候 诸金周老就是常常给我讲故事 那个时候我们二十几岁 他老人家已经七十岁了 把我们看作小朋友 常常聊天讲故事给我们听 而且都是讲他自己轻身的经历 他将在民国村里 日本人侵略中国 八二三在上海爆发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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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 他那个时候 他在苏州一家银行做经理 祝老爵死 他们当中有几个朋友 常常在一块 这个这个宫日的时候 都在一块玩 在一块聊天 其中有一个人呢 是走阴差的 地位不很高 传递公文的 管文书的 在这个这个城隍庙 苏州城隍庙里面呢 管这个好像这个公文 管这个 但是有一天很奇怪 他们在聊天的时候 这个朋友就说 昨天晚上 上海城隍庙 城隍 送一批生死簿过来 人还没有死啊 名册已经送去了 送到苏州城隍庙 在我们人世间 上海是特别是很大的 但是在阴间呢 上海的城隍地位很小 是个县长而已 苏州是都城隍 苏州好像是个神 神长一样 上海的县长 他们的公文送到神里面来 他了 翻了一番 翻了一番 觉得很奇怪 这个名字啊 都是四个字 五个字 而一百人都是 很疑惑 所以他就跟祝老谈这个事情 都想不出来 中国人的名字最多是四个字 附姓 但是不可能啊 这么多人死的时候 全是这些附姓的 这不可能吧 怎么想都想不到 三个月之后啊 约尔巴四变 他们才慌然大 知道什么 日本人的名称 日本人该在这个战阅里的死亡的 名单呢 三个月之前 已经送到苏州 杜城华那去 没有一个冤枉死的 为什么会造狠死呢 造作不善的业因 所以什么样的业因呢 干什么样的果报 丝毫不凡 哪里会违背因果律 有点不凡